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就是指以各地区特色建筑设计 来完成你作为当地的地标来体现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健康产业层 不是这个叫绿色产业层 我们自然而然也就达到我们一个是宣传的目的 最重要是能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 然后第二是 这个IOWG7技术商品展示与销售 也是在这个中国文化中心来体现 包括这里面会有电影院 音乐欣赏时 室内高尔夫球场等等 还有我们的治愈文化体验馆 治愈文化就是指绿色的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 这个治愈身体疾病的一种方法 它的体验馆包括我们的购物中心 然后有这个特许经营的什么样 这个地区经营店 特许经营店 包括我们其他文化